不少演員都說跟小朋友、動物等對戲難 但朱神麗和龔佳欣 這一天為新劇大象園開工的時候 就說跟這一個人對戲特別辛苦了 因為這一天他們跟一眾演員 拍攝一場加入象園的氣氛 Morning珠就被韋家雄的爆肚對白 搞到忍不住笑 還差點阻礙劇組的拍攝進度 最擅長就是忍我們笑 好慢 你知不知道 每一場都是這樣的 他真的無論是 他有時又不記得對白 然後自己不斷繞繞 他自己也繞繞繞在那邊笑 就是拍這部劇之前 我就在想 因為現在師傅 就是這個師傅這個位置 跟我們都很多對手戲 還要我們對著他有很多 那個叫什麼 傑後語 很多很難說的東西要對著他講 我心想 有幾個千萬不要對著他 譬如說袁紹祥 就是這些搞笑 惟家雄 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很難控制 就是之前已經有這個經驗 對 因為我們之前拍過平安歌 就知道他們很難專注 他們經常都極極極極極極 搞到你已經 不知道自己想說什麼 就是這樣 我看你飄了眼淚 對 真的不行 家欣和Morning豬作為女神 如果他們對煎炸食物 鼻子質疊得很正常 但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怕 還透露很喜歡吃臭豆腐 我很喜歡吃的 上海臭豆腐 炸的嗎 炸的 但台灣的真的很臭 那個才很棒 還有湖南臭豆腐 黑色的那種 臭不香 好像你吃榴槤 沒有榴槤味 你吃下去也不正常 有些厲害的味道 喜歡得不得了 是重口味 是重口味 什麼都吃的 又沒什麼偏吃的 對 趕回新劇以醬圓為背景 吳代勇和徐榮都說 因為拍這部劇 而學多了有關醬油的知識 這是一個主景 很漂亮 真的好像幾可亂身 醬圓的作方 是一個醬圓裡面的 譬如發酵 做黃豆 怎樣去做 入瓶那種味道 好像現在已經是大師傅 知道怎樣去做醬油 是啊 因為醬圓裡面的發酵的道具 真的有黃豆 有發酵的東西 變成我們每天回來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那些味道都越來越濃 真的在發酵 是啊 那些黃豆真的開始發霧 像是故鄉龍 是啊 我們一直都看著醬油的製成 今天都第五六天這個景 那些味道可想而知 你待會進去試一下 劇組為求畫面逼真 除了搭了個一比一的醬圓出來拍攝之外 還用真黃豆釀製醬油 現在廠景充滿著濃烈的醬油味 搞到何廣佩和黃家樂都說 短時間內都不敢吃醬油 好啊 今天好很多了 今天開了冷氣 你試一下 待會我們開始拍一些放煙的電影 或者要關掉冷氣 關掉冷氣的時候 那個感受更加深 真的嗖一嗖 暑過沒落 哈哈 聞一聞精神爽 吃飯的時候 都不想再加醬油 沒錯 吃什麼醬油雞啊 醬油焗飯 不要再來 或者你過多一個星期之後 你可以進去 拿一些發酵了 新鮮的醬油 拿個頭抽 是 終於知道現在我們平時吃的那些調味料 就是它有多少功夫在裡面